在公元2024年的最后几天里,地铁逃生迎来了史诗级大地震, 上游王者荣耀马可波罗京县地铁大杀死方, 下游暗区突围全自动61法老,秒杀全场, 甚至连众多玩家素未谋面的新地图都出现了卡图外的重大暴。 这到底是玩家的丧心病狂,还是官方的无所作为? 奔向大型独家栏目,地铁热门bug鉴定系列将持续为你播出。 大家不用去尝试了, 然后我又顺便搜了一下, 当时录视频的这个号已经起第十年大力包了。 下一位! 当蛮群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跑到图外, 然后沿着边边走, 直到我们到达地图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直接通过这里跳过去。 如果你有老韩队的自由跳不过去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从旁边的山上绕过去也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一直走到前面,可以从这边直接跳下去, 然后就可以通往浮射区了,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位置, 然后沿着这个墙边走上来, 打开地图给大家看一下咱们的位置, 同样是走到前面,然后手机再搬上去,然后跳下去水上。 不是啊,顾老弟啊, 讲讲是说,这新地图好多玩具都没见过了, 这六图卡辐射区卡图外的方法就出来了, 单走一个六啊,我哥就去体验服看看。 诶?加空气墙呢? 我们沿着它的路线试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能进的。 OK,大家不用念叨了啊, 这是真彻底修复了, 直接给整张地图围着一圈加了个空气墙, 至于辐射区门口上去的方便嘛, 官方其实也想的很周到, 直接把围墙做成了一块铁板, 别说上了啊, 连个落地的点都没。 还好是修复了啊, 等下再加大就可以放心玩了。 对了,还有个粉丝跟我说, 现在正式方要有个方法可以卡辐射区地下, 反正我是不信啊, 但为了给各位验证一下, 我本将就再来当一次小白鼠。 看嘛, 现在官方啊修Bug的速度怎么说呢? 就这么给大家形容吧。 概括来说啊, 就是万能空气墙, 哪有Bug加哪里? 只要我空气墙加的够快啊, 我马上就发现不了Bug。 这就是为啥现在官方修Bug 键的这么快的原因呢? 下一个下一个。 卡高伤卡黑门? 说实话啊, 这种就没任何依据的东西, 我是真的一点都不信。 但那说的方法啊, 确实存在。 准备两把枪, 拿第一个武器位, 然后…… 嗯? 他们要枪去哪儿了? 直接给我枪砍来的。 好好好, 断网重连试一下。 结果啊, 确实卡出来空枪Bug, 但开不了进步数啊, 这伤害也没变啊。 你一枪一个六套, 我这打口都得两三枪。 至于卡黑门呢, 更是无稽之谈, 什么沉分啊, 懂的都懂。 一举报一个不吱声。 同样的, 还有这个教大家福尔区储物的。 本来学词者管它真的假的学一下再说。 点开相机, 视角拉到最大。 到这里跳上去还在把视角拉到最小。 接着进辐射。 我的, 被狗咬了。 我再看看后面的教程啊。 这个墙壁在翻墙的一瞬间点击右上up。 这样我们就盘好了。 嗯? 等等? 这个是啥? 哇, 他喵。 姐姐给你新年薪, 你跟姐姐玩脑筋呢。 好好好, 耍我是吧? 等着吃我举报吧。 最后一个bug, 也是最简单最变态的一个。 卡超高射速的连发区。 SKS呢, 就不用说了。 这SLR甚至能打出暗区法老的感觉。 就为你离不离谱吧。 被狗了也是替大家在拳网找了一圈。 也是成功找到了卡这个bug的方法。 射手步枪带全自动枪击。 开游戏时大退, 然后重新连接。 就有几率卡到超高射速的射手步枪。 绝对碾样连点气。 可惜这两天奔驾驶的时候已经被修复了。 不然还能玩玩全自动法老爽不下。 总结一下, 啥也不是啊。 好了, 本期热门视频间间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如果发现了什么新级的bug, 可以刺激妹妹。 有精装拿哟。 拜拜。